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Emit 今天咱们的标题 大家请看 ID class以及属性的指定 咱们上期 简单的讲解了一下 Emit的最基础的使用方法 咱们生成了tag标记 今天咱们不光生成标记 同时咱们还要生成ID 生成class样式单 以及各种各样的属性 该怎么做呢 看一下今天咱们的知识点 今天咱们要生成 tag的ID class 属性以及各种各样的内容 好 那咱们马上进入实战演习部分吧 大家请看 实战演习 我给您准备了这么几个例子 咱们拷贝过来 一个一个运行 是一个一个讲解 试试 首先第一 声音点大 第一咱们看 咱们上一期讲解 要生成tag的DIV 该怎么生成 一回撤就生成了 对吧 不用敲监括号 那么咱们想 咱们不光生成这个DIV 咱们还要为这个DI指定一个ID 该怎么办 比如说 main body 这个该怎么做 对吧 当然我刚才已经做了 对不对 那么咱们用amit该怎么做 试一下 我在下面敲 DIV 然后注意看 我这加一个Sharp Sharp代表什么 学会这个样式单选择器的方法都知道 Sharp代表ID 对吧 我在这个地方 咱们松敲 DIV Sharp 表示ID 然后直接敲这个ID的名字 main body 然后注意看 我要回撤 当然type也行 go 大家请看 生成跟上面代码一样不一样 完全一样吗 对不对 再来一遍 DIV 这是说Tag名 然后Sharp 加上这个Tag的ID main body 没问题吧 你说 我不要 我不叫mainbody行不行 无所谓 比如说叫这个DIV main行不行 无所谓 这名字您随便起 就能够生成 非常的方便 对不对 总比咱说 敲 监控号 然后返回撤 不是 不是 反 反 Tag 然后再敲ID 再回撤 然后再敲点mainbody 等等的 要强很多 对不对 所以说 通过这个Amy的写法 能够提到咱们生成ID的效率 接下来 你能不能说是 不光生成ID 还有生成样式单 class行不行 没问题 好 咱们先看看咱们以前是怎么做 咱们以前敲DIV 然后 回来 把光标仪回来 敲class 没问题吧 然后咱们这地方跟各种各样的样式单 class1 class2 对吧 这是咱们一般的写网页的方法 那么 如果用Amy该怎么敲 咱们刚才敲的是DIV sharp 跟上ID名 现在 咱们用DIV 点 叫什么 叫class名 这个就是CSS的选择器 语法的完全的一样 比如咱们敲一个container 为什么叫container呢 用过这个Bullstrap 朋友知道 咱们一般都是给这个DIV区加上一个容器 对吧 一回车 大家你看就出来了吧 DIV 空格 class 没问题 后面呢 是这个class名 container 尤其咱们用像这个Bullstrap这种框架的时候呢 用这个Amy的生存代码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再来一遍 你刚才没看清是吧 我知道啊 咱们再来一遍 DIV 点 container 当然咱们不跟container 跟什么都行 比如DIV 点 myclass 行不行 完全没有问题 非常非常的方便 OK 接下来 我这生成了一个ID了 生成了一个class 我能不能同时生成这两个 当然没问题 大家请看 我这给你举例子了 DIV 比如说 我这跟一个我的DIV的ID同时 我给这DIV指定一个默认的样式单 行不行呢 Go 大家请看 完全没有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吧 一行代码生成出来 非常的方便 这样省着咱们去调整光标 敲很多这种细节了 对不对 一行代码生成 接下来 接下来是生成属性的部分 比如说 咱们要生成一个A标记 咱们上期讲过我们 对不对 然后这地方敲 我link到哪去 其实这个A标记 它还有一个title属性 对吧 比如说 当咱们这个光标一上去时候 能看到这个简单的 这个link的介绍 就是这个title的为什么 对不对 这相对是一个tool tip 这个该怎么做 咱们A标记它 请看 并不能够生成title 并不能够生成多一个属性 它仅仅能给 给咱们生成是HIF这么一个属性 那么该怎么做 大家看这行 我已经给您敲出来了 咱们试试 A 然后是中括号 这是敲上您需要的属性 这个名字 咱们可以起到任何的值 然后这个地方 咱们敲上名字 比如说 我定义A标记 然后呢 我的属性叫小马视频 恐怕B调行不行 好 回撤啊 大家请看 升上了吧 这地方是httpf 我这敲 稍等 我这敲上我的网站 没有问题吧 title呢 自动生成出来 没看清 再来一遍 比如说 敲 A 然后呢 咱们加一个中括号 然后title等于 单于说 我不叫title 叫别的行不行 无所谓啊 等于 比如说叫小马视频 然后一回车 或者一tag 出来了 这地方再敲上咱们的网址 没有问题吧 非常简单的 给咱们生成出来 各种各样的属性 接下来 咱们用这个BuddleStrap 朋友都知道 咱们用了这些 DataTango啊 这种非常杂的属性比较多 为什么 因为它是BuddleStrap 等等一些个CSS框架 所定义的属性 该怎么敲 如果咱们一个个自己敲的话 非常非常的麻烦 那么用这个Emit该怎么做 试试 比如说 我定了一个 这个BuddleStrap 4的按钮 Button 但是咱们直接敲 Button一回车 出来Button 没有问题 OK 那咱们想敲上它默认的属性呢 Button 然后中括号 直接敲 叫DataTago Tago 不是 Lure Lure是日语 然后这比如说 稍等我把这个 输入法怎么调出来 OK 比如说叫 摩泰 然后 另外 它可以敲多个属性 比如咱们再敲 让这个属性等于 我这个输入法 很烦人 我这个 我现在这个虚拟机里面试试中文输入法 拼音输入法 咱这么敲 大家请看 我敲了一个Button的Tag 同时还给它输入了两个属性 一个叫做DataTago 一个叫做Type 然后咱们在这个前提下 我如果按回车的话 给它们撑出来了 省了咱们 如果咱们自己敲的话 该怎么敲 朋友们 该怎么敲 先敲Button 然后空格 再敲DataTago 然后再敲Mode 再敲Type 当然这样 首先 对不对 那现在的话呢 当然这个功能也不错 这个是VS Code 给咱准备的功能 也不错 它能够给咱 各种各样的提示 对不对 但是总没有咱们一行代码 敲出来更加的方便 对吧 OK 接下来 内容的生成 比如说 咱们做一个网页 有个标题 这标题咱们一般用H1来表示 为什么要用H1 如果您做这网页 想考虑这个SEO的话 那咱们就要用H1来表示文章 或说表示网页的主内容 这个是SEO的要求 好 比如说咱们生成一个H1 回车 然后再敲H1的内容 没有问题 那么用Emit 有没有更简便的方法 其实不叫更简便了 它只不过给咱们提供一种 默认生成内容的机制 该怎么做 试试 H1 然后 跟一个大括号 这大括号里面 就是您 H1里面的内容 比如说 我看我这能敲中文吗 我的 主页 这可以吧 然后一回车 go 坏了我 从来 这个输入法看来还是有点小问题 好 比如说 my page 这可以吧 然后一回车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my page 然后呢 两边是H1 中间是咱们my page的内容 再来一遍 H1 然后是大括号 这键盘 我的虚拟机键盘 是英文键盘 可我本地是日本键盘 所以经常有冲突 比如说my page title 没有问题吧 然后一回车 出来了吧 OK OK 这就是简单的 Emit的使用方法 您不觉得简单吗 您不觉得简单吗 OK 以上就是今天 我给您介绍到的所有内容 今天呢 咱们学习了 通过Emit的方法呢 生成ID class 样式栏的属性 包括tag的各种各样的属性 以及tag的标准的内容 自行业的内容 供您参照学习 应该不是很难 希望您能够掌握 OK 今天代码了 我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会长到优酷 YouTube 以及B站 供您下载观看 好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